每一次爆出什么明星出轨离婚的新闻 网络上就会有一大拨人大呼 再也不相信爱情了 但是在韩国江源道恒城山村里 有一对加起来187岁的老夫妇 也许会让我们再次相信 世上还是存在着相濡以沫的爱情 他们的故事平淡质朴 却以一种不动声色的力量感动了无数人 真正的爱能经得起岁月跨得过流年 他们的爱情到底多么感人 请准备好纸巾 大家好 这里是明星观察员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韩国老夫妇感人的爱情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是98岁的赵炳万爷爷 和89岁的江西烈奶奶 结婚76年依然甜蜜如初恋 他们的爱情美好的近乎不可能 爷爷和奶奶两位老人是独居在小山村 心系打闹温柔陪伴 虽然他们在一起生活了大半辈子 但89岁的奶奶在比大他9岁的爷爷面前 还是娇羞的像一位少女 看爷爷爱恋的眼神永远寒情默默 儿女们不在身边 爷爷和奶奶养了两只狗 一只叫公顺 一只叫小不点 每天扫落叶 食柴 洗衣 做饭 逛市集 逗逗小狗 无聊的时候就唱唱歌 相恋时 奶奶13岁 爷爷22岁 爷爷只是奶奶家里的一名故宫 他每天跟在他后边 大叔大叔的叫着 9岁的时候 爷爷的母亲就去世了 吃了很多苦 相爱一年后 一个风雪天 爷爷和奶奶结婚了 爷爷说 他从那以后没再觉得孤单 结婚76年 奶奶说爷爷从来没有让他生过气 总是像呵护小孩一样 生怕他受委屈 在他们的世界里 眼里永远只有彼此 连子女都很难打搅 他们每天形影不离 过着平静又幸福的日子 晚上睡觉时 爷爷总会等奶奶睡着之后 才开始躺下 但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 睡到半夜 爷爷总是会咳嗽气喘 奶奶被吵醒了 起来帮他拍背擦身子 握着他的手 心疼的说 你的胳膊气了好多 再次躺下以后 爷爷用手轻轻抚摸奶奶的脸 若有所思 最近自己气喘的频率越来越高了 他们很少提起离别的话题 但彼此心里都清楚 两人在一起的日子 越来越珍贵了 奶奶有时还会提出来 一些很肉麻的要求 爷爷 我怕黑 给我唱歌 爷爷 我手冷 给我哈气 冬天的夜里 奶奶要上厕所 厕所在室外 奶奶拉着爷爷陪 反复嘱咐 爷爷不要走开 在寒风中 爷爷有点气喘 还有点咳嗽 但依旧唱几歌来 奶奶出来 看着正在唱歌的爷爷 开心的笑 奶奶夸奖 爷爷唱的真好 爷爷大笑 奶奶问爷爷 歌唱的又好 又在这陪我 不冷吗 爷爷回答 在这陪着奶奶 有什么冷的 猝不及防的 被喂了一嘴狗粮 有一天 食材回家的路上 爷爷发起了感慨 爷爷说 活着活着都快一百岁了 奶奶问爷爷爷 要活到一百岁吗 那到时候谁给你做饭 爷爷回答 当然是你给我做饭啊 奶奶说 我没力气 爷爷会说 你一点都没老 在奶奶心中 爷爷一直都是那么年轻 嘴上打情骂俏 行动却实实在在的 表达着爱意 爷爷想吃奶奶做的小菜 即使他正在感冒 还是乐呵的去河边 洗了菜来做 然后看着爷爷吃 眼里全是幸福和满足 说你喜欢吃 我就给你做 入冬了 江源道的出雪降临 他们在院子里扫雪 奶奶说出雪可以明目 就要喂给爷爷爷吃 爷爷让奶奶也吃 然后两人就互相喂起来 春天 爷爷和奶奶穿着情侣服 精心打扮一番 一起去参加老年大学 组织的踏青 夏天 爷爷和奶奶孩子气的 在院子里打水仗 秋天 爷爷和奶奶一起清扫 院子里的落叶 冬天 爷爷和奶奶扫扫雪 堆堆雪人 冷了到火罗旁取暖 晚上相拥而睡 不仅是旁人羡慕 爷爷和奶奶的恩爱 年轻的儿孙更是觉得很惊讶 现在去哪里找这样的男人 儿孙们回忆起 爷爷给奶奶买饰饼的故事 自豪的感慨 爷爷和奶奶都不知道 有多相亲相爱呢 奶奶看电视的时候 看到了饰饼 刚说想吃 一转头 爷爷就不见了 原来他是跑出门 给奶奶买饰饼 在跟爷爷结婚后 奶奶没有受过一丁点气 这一辈子 爷爷从没说过 奶奶煮的饭菜不好吃 还总是习惯性的 做出一些很贴心的举动 奶奶因为膝盖有病痛 爷爷经常自觉的 给他揉膝盖 奶奶无聊 爷爷就给他唱歌 还边唱边跳 还有在生活中的各种小细节 为奶奶系衣服扣子 晚上总是安抚奶奶先睡 然后自己再休息 生活不仅只有甜 还有苦涩和无奈 爷爷和奶奶生了12个小孩 最后活下来的 只有6个 有的在战乱中丢了 有的急病去世 爷爷和奶奶相互依偎 守护彼此扶持 走过最困难的岁月 并相约 哪天谁先去了 就给那6个孩子 带去准备好的那衣裤 他们手牵手 一起集市玩 做了他们一直想做的事 买了6套孩子的衣服 奶奶想着 如果谁先走一步 就把这些衣服 带给丢失的孩子们穿 但让人使得不及的是 狗狗小不点 比他们更早离去 一起去埋的时候 奶奶哭了许久 然而年岁渐长 狗狗走了以后 爷爷的身体 也一天比一天瘦弱了 夜里咳嗽不止 他还是倒下了 疼得躺在床上不能动 医生说 用药已经没有用了 珍惜接下来的每一天吧 仿佛依靠了一辈子的大衫 就要倒塌 那个宠了奶奶 一辈子的爷爷就要走了 子女们赶来要送他去医院 奶奶说 奶奶说完就止不住的抹眼泪 时间啊太残忍了 为什么不能走得慢一点 让爷爷老得再慢一点呢 骨瘦如柴的爷爷躺在床上 经常气喘 起个身也变得艰难 嘴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医生说最多只有三个月了 奶奶躺在床上 陪他度过最后的时光 他想如果能跟爷爷一起走 该有多好 一起翻山越岭 到桥的那边去 悲痛中奶奶说 以前你照顾了我这么多年 你该轮到我照顾你了 奶奶给爷爷喂饭 起早按摩 把爷爷的衣服按季节分好 因为爷爷不知道什么季节 穿什么衣服 等爷爷走了 奶奶要分季节 给他烧过去 一天爷爷病重被送进了医院 奶奶在门口抹眼泪 不敢进去看 爷爷醒来第一件事 就是找奶奶 奶奶就一直陪着他 爷爷意识已经变得十分淡薄 奶奶只能祈求 时间最好慢一点 再慢一点 我和爷爷你一起走 这要一起走 该有多好 和爷爷相互搀扶 最后又是一个大雪天 爷爷走了 最终没能活到一百岁 如果能一起走的话 最多的话 奶奶在他的墓碑前 点了一个火堆 烧了很多衣服过去 一边烧一边说 这是你夏天的背心 要好好穿啊 要分清楚这些衣服 自己一个人 也要好好照顾自己 你要忍住想我 我也要忍住想你 我要回家去了 烧完衣服后 奶奶颤颤巍巍的 一个人在雪地里走 走着走着突然停了下来 坐在地上大哭起来 空旷的雪地里 爷爷的墓碑旁 奶奶哭得撕心裂肺 大雪纷飞时候 你来迎娶我 大雪纷飞时候 你离我远去 爷爷你想我的时候 要忍住 我想你的时候 也要忍住 对于奶奶来说 如果能和爷爷同时离开 那就是最美好的事情了 奶奶说 爷爷先去前边引路了 他来带路 我就抓着他的手 穿上渗蓝蓝的情侣裤裙 黄色的上衣 手牵着手 一起走吧 这些虐狗的画面 是韩国导演陈摩英 花费了15个月拍摄的纪录片 亲爱的 不要跨过那条江 纪录片讲述了 两位老人76年的婚姻生活 里面没有华脸的布景 没有煽情的语言 没有宏大的叙事 有的只是普通镜头下 两位老人 在人生最后时光 相伴的点点滴滴 反倒是这样细碎平淡的爱情 拍出来的朴实纪录片 成为了韩国有史以来 商业上最成功的独立电影 同时也是最卖座的纪录片 纪录片中 没有过多的讲述 爷爷奶奶的过去 反而是讲述了 他们日常的琐碎 爷爷和奶奶的爱情 在镜头的纪录下 真实的让人感动 又平淡的让人赞叹 古话说 问世间情是何物 只教生死相许 究竟什么才是爱情 我想这对爷爷奶奶 已经给了我们最好的答案 只一人之手 与一人偕老 从14岁开始 至90岁而终 前半生和后半生 我的余生都是你 冲动的爱情常有 死守一生的爱情 却可遇不可得 我从不羡慕 在街角热闻的情侣 而羡慕在夕阳下 牵手走过的老人 愿天下有情人 都能白头偕老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屏幕前的小伙伴们 羡慕这平凡 而又伟大的爱情吗 请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让我们下次再见吧